会推广全民运动 第二届赵明杯3对3篮球斗牛比赛 在南开科大篮球场开打 去年首届更有150队参赛 今年分成国小国高中社会老马金女资助 各有182支队伍报名 期盼通过正向互动篮球联谊赛 鼓励大家多从事户外运动 远离三溪不要宅在家 那总共报名对数高达180队 是比去年150队还要多出30队的人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主要初衷 是希望在疫情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多出来户外运动走走 然后希望大家来一起打球运动一起健康 那带着你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外面 然后参与我们这个盛事 场上选手展现绝佳的团队默契与合作精神 借由赛程享受在球场打球的快乐 也能够互相观摩学习 这个比赛的这个强度上面呢 也真的是累积到蛮多的 因为这个强度不是像一般的三对三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也是做一个挑战自我的一个训练 南投这边其实有在陆续推广 非常谢谢张明电子可以帮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今年第二届我们刚好上一届也是第二名 所以今年又有再回来再参与这个比赛 现远检次生表示张明杯篮球斗牛比赛 让热爱篮球运动的朋友能够以球会友 不仅能够切磋球技还能彼此交流 也能促进参赛团体企业间的优移 这是要在南投县 我们说了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都有 一起来三对三比赛PK比赛 这场面非常大 也有很多企业家共同参与 这个精准度要很好 热爱运动热爱打球的这些学生 在竞争之下他们都很开心 打篮球是青少年喜爱的运动 可以激发活力与热情 县福表示 情判透过篮球比赛 让现迷走出户外活动 同时号召更多企业投入公益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